我知道有人可能會說:「清奇,你說話怎麽變得文咒咒了? 怎麽個人發展道路這種感性的話都說出來了? 我得增淺養家,我要變得富有,我可沒心情聽。」 Compare 一,這類富蓉峰雅的歌曲。 別急,我並沒有調書袋,我只是實事求是。 變得富有並不是把一枚五十分的硬幣投入到一台老虎機的投幣曹女,也不是找一條賺外快的新路子。 為了變得富有,你須要切實改變自己的核心價值觀。 也就是說你改變自己所做的事情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改變你自己。 我的好朋友唐納德,特朗普現在身家幾十億美元,但他曾在一次房地產危機中規得身無紛紛。 他還跟我分享過自己負債九十二億美元時的感受,我走在街上路過一個黑蓋身邊時,我突然意識到他至少給我負有九十二億美元。 但不久之後唐納德,特朗普東山再起,為什麽會這樣? 因爲它是唐納德,特朗普,這個人並沒有變,說得更準確些,經過這次挫折,它變得更強大了。 我自己也有過類似的經歷。 三十歲那年我的資產已經過百萬,但僅僅兩年後我的企業就倒閉了。 這可不是什麽美好的經歷,但卻是絕佳的學習機會。 在那幾年我學到了很多東西,這其中有很多是關於創辦企業的,但更多是關於自我提升方面的。 在那次失敗後,我的父父告訴我,今前和成功會讓你變得傲慢和愚蠢,而你現在的貧困和此欲能讓你重新成為一名學生。 她說的沒錯,後來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我從中所學到的東西對我來說是無價的。 再成功地建立起一家公司後又失去它,這讓我得到了真實世界的教育,這種教育最終又讓我變得富有起來。 更重要的是這種教育讓我獲得了自由,在整個過程中我學到最多的並不是關於創業或創造財富,而是關於自我提升。 我們不妨問一問約翰,如果他的回答跟我預期的一樣,那你們可能會更理解我所說的話。 羅伯特、約翰,顯然,不是每個從事網路行銷的人都能獲得同樣大的成功。 根據你的經驗,你認為導致哪些夢想者和他們的夢想失之交臂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約翰,每個人對成功的定義不同。 一個人所看重的東西在另一個人哪兒也許什麼都不是。 有的人覺得如果能對目前的收入有所補充就已經很滿足了,而有的人則是在很努力地追求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他們收入前景和生活方式的商業機會。 同樣,我們也不能狀態地看待失敗。 對於哪些想創辦大企業的人來說,每個月只賺一千美元就算是失敗,但對於一位想增加家庭收入的母親來說,這已經是很大的成功。 不管人們的目的是什麼,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所有在網路行銷行業裡堅持下來的人都過得越來越好。 其實我認為唯一可以讓人們失敗的就是他們自己選擇放棄。 這一點可能需要補充一下才更準確。 我所說的放棄並不僅僅簡單指人們離開網路行銷公司,比喻那些失去了競業心,正式宣布我退出的人。 我想說的不是他們放棄這個行業,而是他們放棄自己。 你們可以看得到,若看和我的觀點如出一切。 所以這又呼應了我在本書一開始說過的話,這本書的宗旨不僅是讓你改變目前的生意模式,更是讓你實現自我的轉變。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完美的生意模式,但如果你想把生意做大的話,你自己也得和他一起成長。 你內心的勝利者和失敗者。 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同時存在著一個勝利者和一個失敗者。 我也不例外,我心中也有一個勝利者和一個失敗者。 他們無時無刻不在互相搶機會,出風頭。 許多人之所以過得媽媽夫婦,無法獲得真正的成功,就是因為他們心中的失敗者尖了上風。 我就不是這樣,我堅定地支持自己內心的勝利者。 如果你聽到傲,我知負不起,天啊,那風險太大了。 或如果我失敗了怎麼扮之類的話,你就聽到了失敗者的聲音。 我們心中的勝利者從來都是勇於接受挑戰的,而失敗者只看重安全和保障。 但據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每天把安全和保障掛在嘴邊的失敗者到頭來往往在事業上毫無見樹, 生活也過得沒有任何穩定感可言。 你想呀,你在一家公司每週工作四十個小時,幾年後公司很可能把你裁掉, 你把自己哪點少得可憐的工資傳入四百零一計劃, 很可能因為共同基金的虧損而輸得傾家蕩產。 你把自己買的基金交給理財顧問來管理, 而這個人很可能是一個同伯納德、默道夫、二、一樣的詐騙犯,哪有安全可言。 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勝利者和一個失敗者, 一個富人和一個窮人,一個勇於擔當的人和一個好吃懶做的人。 他們之間在進行著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你加入網路行銷就是為了自己心中的哪個富人, 讓他勇敢地站起來,委以重任。 你心中哪位失敗者會建議你坐在沙發上休息, 他希望你做任何事都力求穩妥, 每周老老實實地工作四十個小時,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如果你按照他所建議的做了, 他就不需要作出任何改變。 但你所在的網路行銷公司的團隊負責人就不是這樣想的, 他希望你能追求卓越,從自己熟悉的區域中走出來, 去超越自己,成為一個更加優秀與眾不同的人, 而不是一如既往地平凡下去。 說我買不起,這東西太貴了或我希望福利好, 我不希望有太大的工作壓力和風險其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這是失敗者的語氣。 但是你別難過,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失敗者,我也一樣。 有時我內心的失敗者還會尖上風,有時尖上風的狀態還會持續一小會議。 我每天早上起來都要作一個決定, 起床後我是支持心中的婦人還是支持心中的窮人。 我是站在勝利者一邊還是站在失敗者一邊? 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較量。 其實不只是勝利者和失敗者,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多重人格, 我們有可能成為裏面的任何一種。 就我自己而言,我希望能成為一個婚姻幸福、 崇尚自由並能為這個世界作一點貢獻的人。 每當我們被恐懼、自我懷疑與自卑控制的時候, 失敗者就站了出來,主導一切。 如果你敢於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和大家分享, 能夠通過擺出自己的理由來說服別人, 你就學會了如何戰勝內心的失敗者, 讓心中的勝利者站出來。 記住,學會像勝利者那樣說話, 就是在支持自己心中的勝利者。 堅持不懈,忍受挫折與失望的挑戰, 永不忘記自己前進的方向, 大多數人都做不到這些。 之所以做不到,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接受過這樣的訓練。 但是這種能力極其重要, 這是別象限女人們的制性法寶, 是企業家們的思維方式, 也是你在創辦自己的網路行銷公司過程中能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 當我進入思樂公司後, 我花了整整兩年時間才學會如何讓自己心中的勝利者站出來, 從而發揮自己的作用。 我差一點就被炒魷了, 但幸運的時, 我終於找到了自信, 銷售業職一路飆升。 又過了兩年, 我已經成為辦公室裡數一數二的人物了。 在我看來, 增強自信深遠比增加收入來得重要, 眾數自己的自信和自尊的價值是無法計算的。 也正是在這強大的自信與自尊的幫助下, 我賺到了更多的錢。 所以, 我一直非常感謝思樂公司及其員工, 正是他們教會了我如何戰勝心中的自卑, 自我懷疑和恐懼。 今天我之所以向人們強烈推薦網路行銷, 也是因為他能夠像師落公司那樣幫助你還掃自己的信心。 網路行銷能給你帶來面對恐懼、應付恐懼和戰勝恐懼的機會, 能夠讓你內心的勝利者站出來。 但你千萬別以為加入網路行銷行業, 就意味著你已經永遠告別了心中的失敗者。 事實並非如此, 你需要許多年的力量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指的是在我們這個國家的自由。 你只有獲得財務自由,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而獲得財務自由是需要時間的。 我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 在我的創業過程中也有幾次賠得血本無貴。 所以,我很明白那種失去所有東西時的感受。 在最困難的時候, 人們尤其容易屈服於自己內心的失敗者。 有時候你會覺得自己承受了太大的壓力, 有時候你的朋友會對你說我早就跟你說過了。 你的家人會在你耳邊悄悄地說你時不時應該考慮放棄網路行銷, 把精力投入自己的本職工作。 我敢保證,你會經歷許多類似的情境。 你很難不讓內心的失敗者站出來主導局面。 但遇到這種情況時,你千萬要挺住。 堅持就是勝利。 飛行學校 每條毛毛從再變成美麗的蝴蝶之前都會作簡。 飛行學校就是我人生的簡。 進入飛行學校的時候,我只是一名戰縣的大學畢業生, 而從飛行學校畢業時,我已經是一名作好上越南戰場準備的飛行員了。 如果我去的是一所民用飛行學校,我會懷疑自己能不能作好上戰場的準備,即便我是一名飛行員。 但是,作為一名軍用飛行員,我們要學的東西和民用飛行員有很大的區別。 這種區別不但看現在技術上,還看現在訓練強度上,何況我們當時還知道培訓結束後就要上戰場。 我在佛羅里達飛行學校接受了將近兩年的基礎科目訓練。 獲得飛行員資格後,我又來到加州彭德爾頓訓練營進行高級飛行訓練,訓練強度比之前大幅增強。 在彭德爾頓訓練營,我們學習的已不僅僅是開飛機了。 在飛行學校的訓練結束後,我們便成為了飛行員。 但在上戰場之前我們還有一年的準備時間。 在這一年裏我們進行了大量的飛行訓練,而且嘗試再極度考驗我們的心理素質、情緒控制力、體力和毅力的惡劣條件下的訓練。 在彭德爾頓訓練營訓練了大概八個月後,我發生了轉變。 我清晰地記得,在一次飛行訓練時,我突然發現自己已經作好準備上戰場了。 在那之前,我的情感、身體和思想都在訓練上,但總感覺還是缺點什麼,人們稱這種狀態為機械飛行。 但在那次訓練任務中,我在精神上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由於那次訓練強度特別大,危險性特別高,我所有的懷疑和恐懼突然之間都煙燒雲散了,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從心中湧現出來,開飛機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當我在飛機駕駛艙時,我的內心變得格外平靜,我感覺自己和飛機融為了一體,也作好了上越南戰場的準備。 我並不是感覺不到恐懼。就像之前一樣,我還是害怕自己會犧牲或殘廢,後者在我看來更恐怖。 但與以前不同的事,我已經作好了準備,我對自己的信心超過了對戰爭的恐懼。 我轉變成一個商人和投資者的過程和我轉變為一名能夠上戰場的戰事的過程非常相似。 經歷了兩次大的失敗之後,我才真正認識到什麼是人們常說的企業家精神。 正是這種精神讓我生活在現金流象限中的V象限和I象限之中,而不是安日地生活作V象限和S象限。 仔細算起來,我前後一共花了十五年的時間才培養了充分的自信來生活作V象限中。 其實你不用花這麼長的時間,也不用經歷我那麼多的失敗,你馬上就可以再屬於你的飛行學校得到這種能夠改變你人生的教育。 這所學校就是網路行銷。生意技能改變了我的生活。 我已經和你們分享了我所接受過的軍事訓練,以及我是如何作好準備上越南戰場的。 現在我想和你們分享另一個關於我人生的故事。 這個故事中沒有戰場上的消煙,只有愛情中的浪漫。 如果我沒有經歷過在生意技能上的高強度訓練,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幸娶到我夢中的女孩。 但事實上我做到了。 當我第一次遇到今,我就認為她是我生命中最美麗的女孩。 我被她的美麗所吸引,但我根本沒有勇氣走上去和她說話。 後來,我在商場上所接受的訓練讓我戰勝了對失敗和她絕的恐懼。 這些訓練可真值得,讓我在愛情上得到了巨大的回報。 因為她讓我勇敢地走到她面前和她打招呼。 換作幾年前,我肯定只敢在角落裡偷偷地看她。 聽到我對她說你好時,今轉過身來,露出了她那迷人的微笑。 哪個笑容徹底把我征服,我無可夠弱地愛上了她。 她就是我的夢中女孩。 但當我向她發出約會邀請的時候,她的回答是No。 在這種情況下,以前的羅伯特,清奇一定就灰流流地走了。 這就是她的命運吧。 多年的生意技能訓練讓我內心變得非常強大, 我鼓起勇氣又向她發出了邀請。 她的回答仍然是No。 我的自尊受到了嚴重的摧殘。 作為一個男人,這是一種莫大的傷害。 但即便如此,我還是又來到她面前, 雖然得到的回答還是No。 這一拉教戰持續了六個月之久。 她每次給我的答覆都是No。 我的心都碎了,受傷的我常常躲在角落裡填自己的傷口。 如果我沒有學會如何克服自我懷疑的話, 我是無法堅持六個月向她發出邀請。 但我做到了,直到她給出了肯定的回答。 從哪以後我們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我之所以跟大家說這些,並不是因為我追求今的過程有多麼溫情和感人, 而是因為她能說明一個重要的問題, 這些生意教育並不只是關乎你的企業和財富, 而是關乎你的人生。 你怎樣賺錢和發展事業, 你就怎樣贏得尊嚴和索造人生。